遇到那樣的狀況 我會直接去跟對方說 但通常不管她說什麼 當我已經討厭她了 我就當她的放屁這樣 你真是一個 啊 是不是一青春的女孩 真好 哈囉 Elle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是十月的封面人物 我是謝苡萱 我是王靖 歡迎來到我們的不專業解惑室 請問我 請問我 請問你 請問我 此時此刻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 飛出國 好不好 我很接近耶 度假 想要度假 請問我 拍戲時遇到背不起來的台詞 要怎麼辦 你會怎麼辦 大哭吧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是記憶力非常差的人 所以我有的時候 其實 只要面對鏡頭的時候 我还是真的非常紧张的 你记忆力很差 我记忆力是偏差的 可是我什么印象中 你记忆力是不错的 就是不想要让别人有发现到 我现在很慌张的感觉 那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来个比赛 看谁比较慌张 你就会知道 我记忆力比你差很多 有时候遇到记不起来台词的时候 就是内心的小宇宙会一直大喷发 可是表面都要装很镇定 然后就持续30个take这样 你真的完全看不出来 我是一个INFP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婴儿 16型人格已经开始出现了 你呢 嗯 我不能让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我一定要先拿到剧本 背不起来就 就是 不在你的那个表演 但有啦有 背不起来我就是直接空掉 然后就一直喊 就是一直咔 然后再重来咔再重来 可以教大家简单有效的 抒压的方法吗 我之前就是会玩一些 简单的手机游戏 然后就是美脑的一直玩 You look like a candy crush Yeah 但是现在呢 就是美脑的一直看那个 一些YouTube影片 放在那边只有声音也好 这样子 像听Podcast 这样子 我应该就是疯狂写一些日记吧 对 我是一个热爱写日记的人 每天 每天 我很喜欢去看说 譬如说去年的今天我在干嘛 然后我就发现 每次回顾的时候 好像每一年的今天 都过得不是很好 等一下 我以为你会觉得 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年不一样 没有耶 就发现就是 就是一个轮回 一个循环 你写多久了 我从三年前就开始写了 我去年开始写月字 真的吗 对 但我有那种隔 三个月或半年之后才会突然开始写 看心情写 对对对 月记 不算日记 OK 你居然会写日记 我是文艺女青年耶 请问在工作中遇到讨厌的人要用什么心态 你会怎么处理遇到讨厌的人 我很容易 但我觉得你很难讨厌人 没有我很容易讨厌人的 真的假的 嗯 诶 剪掉今天没有 就是因为我有一些 对我自己的一些 就是对事情的一些小讲究 所以我就会很容易 就会觉得说 诶 怎么会这样子做事情呢 这样 可是如果今天要一起工作的话 我就会想办法 让我从那个人身上找到一个 我喜欢的点 然后不断的放大放大 那如果他就是真的没有呢 我会忍耐 然后告诉自己说 真的下次就不要再 一起工作 对 我遇到讨厌的人 我想一下我讨厌过谁 然后开始讲出名字 像那个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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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个 那我其实反而很难讨厌人耶 我觉得要有很多次 我才会开始讨厌这个人 哦 我想到了 我曾经真的有在剧组遇过 讲话啊 不是那么诚实的人 遇到那样的状况 我会直接去跟对方说 你又懂我的颜色 没有 OKOK 我会直接跟对方说 就是 我有知道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这样让我觉得很受伤 那就看对方说什么 但通常不管他说什么 当我已经讨厌他了 我就当他在房屋这样子 你真是一个 啊 是不是你青春的女孩子啊 我太世故了 我太 可以做一个 脸颊爱心送给观众吗 我告诉你 我不要 我跟你说 我做这个就已经是我的极限 当这个第一次发明的时候 我心里想到 哇 你可以左右那个 这边数吗你啊 我帮你 我帮你 谢谢 谢谢大家收看这个不专业指货事 我们下次再见 还会有下次吗 我觉得 先开始这样子就好 好 还是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 拜拜